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又要再带来多一款 2020年很值得期待的新车 就是全新大改款的 Nissan Almera Turbo 在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等待之后 这个Nissan Almera Turbo 在不久前刚刚在泰国市场发表 然后它的销售成绩也很出色 而且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这一款车 最快最快会在今年登陆马来西亚市场 而在之前也有读者提供我们 这个Nissan Almera出现在本地测试的照片 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会综合所有的信息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全新的Nissan Almera Turbo 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 在这个外观上面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大改款的Nissan Almera 是这一次的重点 之前的车款虽然说很便宜 然后空间很好 这一个设计啊 比较平庸比较普通 所以是没有办法吸引到像我这种视觉系动物的 可是我在这个新一代的Almera发布的时候 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 它是从一个 大叔变成了一个帅小子 它的整体外观设计很帅很运动化 我相信这样的设计要吸引到年轻人应该不是问题 而且现在呢这个泰国呢已经很多这个全新Almera的body kit可以选择 如果它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之后 然后再有一些厂商引进这些body kit 哇你把这些body kit装下去 真的是帅到分手 其实除了这个外观以外啊 这个内装的设计啊还有配备 其实也是上一代Almera的缺点 它到现在它只有两个Airbag 然后ABS而已 在这一个ESC已经是B segment标准的时代了 这个配备已经是说不过去了 不过幸好的是这个全新改款的Nissan Almera呢 它做出了很多改进 首先呢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中控台超大的这个出品主机 泰国版本呢是支援Apple CarPlay还有Android Auto的 所以我相信马来西亚版应该也会有这个东西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Nissan Almera采用了半数位化的仪表哦 在目前的B segment车款里面啊我们暂时还看不到这样的东西 如果Nissan Almera来到马来西亚市场还有这个半数位仪表 它就是马来西亚市场的第一 然后在这个安全配备哦 其实泰国市场的Almera已经有很多先进主动安全配备了 例如像这个 自动紧急刹车就已经出现在泰国版本的Almera 可是马来西亚市场呢 我相信很多人会讲 哎呀马来西亚没有的啦 因为X的关系所以马来西亚的配备一定被cut掉啦 但是哦 其实根据我们得到不过未确认的消息 就是马来西亚市场的Almera安全配备会非常丰富 而且会接近泰国 意思就是说我们也会有这个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其实Nissan也不是笨蛋啦 就是Nissan也知道他们必须在这个新一代的Almera上面加强竞争力 才可以和其他的对手竞争 我相信他们不会傻傻的还是一样给你两个Airbag ABS然后没有ESC 所以新一代Almera的安全配备相当值得期待啦 最后一个要讲的地方就是它的Engine 有很多的网友讲哎呀马来西亚的一定是 一样的1.5的Engine 然后4AT啦 但是呢其实上 我相信这个1.5自然进气引擎还有这个4AT的变速箱 应该不会再出现在这个 全新的NissanAlmera上面了 同样的也是根据这个 未确认的消息 马来西亚市场的Almera跟泰国一样是引进Turbo的版本 这个1.0的Turbo引擎呢其实是为了这个油耗着想而不是为了动力 它的最大马力是100PS 峰值扭力154Nm 然后呢 我相信因为Turbo的关系 加上它这个外形比较年轻比较运动化的关系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这一款车 讲了那么多 我相信很多人的重点还是这一款车什么时候会登场啦 其实根据之前得到的消息 这款车 今年一定会发布 而且最快可能会在第2季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 导致很多车厂必须停工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啦 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第2季应该是来不及的 但是因为我国的疫情已经逐渐好转 所以我相信这个行动管制令应该会很快的就结束 而在这个行动管制令结束之后呢 车厂应该会加紧步伐来策划他们的产品 我还是相信呢这个全新的Nissan Almera还是会在今年发布的 以上我们讲的消息 如果全部都属实的话 我相信Nissan Almera 应该会是马来西亚最有竞争力的B-Segment之一 其实啦我个人也是很期待这款车 因为跟上一代车型相比呢 这个Nissan Almera其实它真的进步了很多 不管是外形啊内装啊配备啊动力等等 都看到新的元素 所以我相信不只是我 还有很多人是期待这款车的 你是不是同样也期待这一款车 欢迎你在这个影片的下方留言后我们分享你对这款车的看法 还有你觉得这个1.0的Turbo会不会来 其实来的可能性真的很大啦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你接下来还想看什么新车的讲解呢 也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多多跟我们交流 你们的comment我们会一个一个去看 然后我们也会reply 不要害羞 敢敢来跟我们交流 最后不要忘记 订阅按赞分享 我是Ivan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